欢迎大家收看一顶历史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历史上最惨的末大皇帝 说到末大皇帝最悲惨的不是溥仪 而是唐朝皇帝唐埃帝 对于李畜这样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儿 朱全忠自然不会将其放在心上 等到他把唐朝宗室朱王 与忠于唐朝的文武大臣 和反对他的藩镇势力铲除之后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一步步的将唐埃宗拉下马 并且将皇帝的名分一点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可是究竟采用哪种方式才能让唐埃帝 将帝位合行合理地传给自己 又不引起朝鲜和天下百姓的议论呢 朱全忠首先想到了善让 善让的意思是军事民主制时代 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制度 相传在瑶帝得知顺帝有才能的时候 就将帝位传给了顺 而顺帝得知大鱼有才干的时候 就将帝位传给了大鱼 实际上善让就是将帝位主动传给有才能的人 宰相柳灿早就知道善让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原本想要拖延一段时间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如今唯一的希望是在唐埃帝善让之后可以保住性命 现在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力拉拢蒋全辉张庭范等人 并得到他们的帮助 而且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足智多蒙的和太后 在这个时候也变得六省无准陷入惊恐和悲痛中 因为招送遇害的时候 和太后苦苦哀求蒋全辉才得以幸免 之后这两个人更是经常约会 在如此紧急的时刻 和太后自然想到了她 和太后于是派起新妇宫女阿乾阿秋 传话给蒋全辉 希望她可以保证在唐埃帝善让之后 留住他们母子的性命 朱泉中称帝之后 册封埃帝为继营王 牵制曹州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